2014年9月27日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在联合国大会上提议设立国际瑜伽日 让我们一起欢迎 印度共和国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今天我想谈一谈一个特别的主题 我们一直在讨论气候变化 整体健康与自然和谐共处 回归本质等等 而我想要有关这个主题的一个特殊方面 瑜伽是印度一种古老而传统的宝贵财富 它象征着身心平衡 一心合一 勤俭克己 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它提供了一副健康与幸福的完整蓝图 它不仅是身体上的锻炼 同时也有助于内心和谐 并促进人与外界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瑜伽旨在改变人的生活方式 瑜伽意识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战胜气候变化 让我们在国际瑜伽日的基础上 不断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瑜伽起源于5000多年前的 印度河谷 萨拉斯瓦蒂文明 考古学家发现 当地出土的雕刻 图章和手工艺品上 有类似瑜伽的动作 以及与帕斯帕提神 罗陀罗神和师婆神相似的图像 瑜伽一词来源于梵文 在公元前一千年的废陀时代 得到广泛应语 该词的词根为Uge 意味限制 束缚 联合 或维持 瑜伽那时在印度已非常知名 并开始出现在 废陀时代的经文中 尤其是当时的奥义书 佛经和奇纳教教义中 奥义书记载了四种瑜伽修行方式 因瑜伽 即反复导诵圣音 宽达利尼瑜伽 即全身心融入神性 哈达瑜伽 即融会内在能量 王瑜伽 即后人所说的入定瑜伽 或阿斯汤家瑜伽 公元前二世纪 瑜伽教义被汇编为 帕坦加利的瑜伽经 现在 大家了解了瑜伽的起源 瑜伽意味着宁静精神状态 以便先知了解自己的真正本源 根据帕坦加利的瑜伽经 瑜伽旨在摆脱现实世界的智库 从而达到真正的智识 奥书认为 人类是由五种不同 但相互协调的层次或翘构成 当五翘不平衡时 就会产生疾病 不和谐 而通过瑜伽 则能达到健康 冥思和纯然喜乐的完美状态 为了使五翘平衡 并恢复和谐 帕坦加利的瑜伽经 为瑜伽修行者提供了一个 被称为 阿斯汤加瑜伽或八支瑜伽的系统 在印度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瑜伽始终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多数宗教和哲学都将瑜伽运用在其仪式和方法论之中 在中世纪 有两位瑜伽大师赋予了瑜伽全新的生命力 八世纪 阿迪·商杰罗使奥义书和瑜伽回归日常生活 大约在同一时期 印度现代瑜伽大师Gurashana 复兴了哈达瑜伽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 多位印度瑜伽大师 将瑜伽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如斯瓦米·威维·卡南达 他于1893年将智慧瑜伽和王瑜伽传播到了其他国家 而斯瓦米·尤加南达则于1920年 传播了克里亚瑜伽和昆达·利尼瑜伽 斯瓦米·西瓦南达 斯瓦米·拉玛 斯瓦米·萨提·塔南达 斯瓦米·库瓦·雷扬南达 诗里·尤干·达吉等瑜伽大师 也将瑜伽的深层内涵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斯里·克里·西·纳玛·查亚 是20世纪最重要的瑜伽大师 他的学生爱阳格·帕塔比·乔伊斯及其子德斯卡查亚 成为了三位世界级瑜伽大师 促进了瑜伽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如今 瑜伽的发展超越了先锋大师所奠定的基础 斯里·斯里·萨迪圣卡 布加·斯瓦米·基·巴巴·拉玛德夫 斯瓦米·尼兰兆 斯瓦米·尼兰兆 佐古鲁·加基·瓦斯德夫等瑜伽大师 使世界瑜伽之火燃烧不息 现在 瑜伽的益处也得到了科学和主流医学的认可 在印度 瑜伽所具有的疗愈力量已经流传了几千年 他和阿玉废陀都是印度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疾病预防 提高意识境界和健康管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赋予了修行者更大的自由 瑜伽修行会让人变得平衡 健康 喜乐 并让人充分享受自由生活 随着世界上学习 瑜伽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可能真的会看到一场全球意识转移 使地球朝着更平衡 更和谐的方向发展 瑜伽修行者在消费上更谨慎 为人处事更善良 更关心环保 领导力更强 这就是瑜伽的力量 他将促进世界发展 2014年12月11日 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 将6月21日定为国际瑜伽日 该决议共有177个联署国 创下了联合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 3月3月3日 1日 3月3日 低纳 2日 1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